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他的爸爸 修了心灵法门之后 同修也一直为他爸爸念心经和为他爸爸妈妈念姐姐咒 效果也不大 然后同修就让他妈妈为他爸爸念心经和许愿一万遍姐姐咒到2019年11月念完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时好时坏 有时同修的妈妈会说他给他爸爸念了那么多经有什么用 他根本不会改变 同修就一直劝妈妈 只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12月15号那天 同修的妈妈带着他爸爸去大放生 祈求同修的爸爸可以顺利度过69岁的关节 回来后 同修的爸爸发了一条短信给他的妈妈 说道 老婆你好 谢谢你今天为祈福我今后平安快乐幸福安排的放生 感谢你40年来为我付出的一切 我好幸福 愿我们快乐幸福的度过今后的人生路 爱你 同修的妈妈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 激动和同修说 看来她相信我们的师父 相信心灵法门 念了那么多姐姐兽 还是生效了 同修也非常高兴 就和她的妈妈说 种下去的种子不一定马上生根发芽 但是只要坚持和相信观世音菩萨 总有一天会从量变成质变 便让她妈妈继续念诵姐姐咒 心灵法门真的帮助了很多即将破碎的家庭 破镜重圆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如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诸佛菩萨原谅 感恩师父 嗯 很好 就是靠靠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真的很 是 是 是 非常感恩师父 感恩博萨 感恩优福来说 感恩师父 感恩厅